我们的这个是锦销专用的一个无人机 那它的特点就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快拆的模组 那它可以吊吊投资救生圈的设备 大声工去做一些救援的广播 或者是紧急疏散的一些应用 它只要利用快拆换上这个喷水的机制 接上那个消防车的消防管线 它就可以在空中对着火源或者是需要救灾的地方 去喷洒水或者是泡沫 那它喷射的距离大概会大概有15到20公尺 那另外特别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飞控系统 那它是一个完整的Pixhawk的硬体架构 所以一般我们现在的开源飞控都是 Pixhawk的硬体架构 里面可能可以转RDU Pilot或者是PX4 这样的一个风味都是百分之百相容的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重量只有5公克 它大概是5.2公克左右 那应该算是全世界目前最轻最小的一个Pixhawk的飞控 我们公司A012产品主要是做舰载型 应用的行径就是说在直抗线上 然后可以直接做四轴的一个垂直起降 然后当它垂直起降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我们再做后进的马达去做一个推定 然后当它后力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四轴就可以停止 然后让它可以比较省电 因此我们的续航时间也比较长 可以到80分钟 而我们的飞机的最高时速可以来到120公里 然后机身因为也比较大 所以它也可以看到大概7级风的程度 然后它也比较小的话 有点像是这个的缩小版 它的续航时间大概是40分钟 这两台的飞行时间 这台可以从大概可以飞到80公里到100公里里 这台的话大概可以飞到60公里里 两架飞机主要的工作是做收救 以及做侦察使用 这个是我们全部台湾 100%台湾设计研发制造的一个 反制无人机的一个全套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会有前端有一个感测器 可以去侦测出无人机的位置跟高度 解算出无人机的位置跟高度之后 会提供一个讯号到旁边的这个干扰装置上面去 它是一个全平段的一个无人机干扰的设备 利用这个全平段无人机干扰的设备 主要是去干扰无人机它的一个控制的信号 达到一个我们要把它驱离 让它能够反弹 来保护我们所要保护的这个场域的一个目的 个人使用的一个无人机的干扰枪 那这个干扰枪的部分 目前在全台湾大大小小的民用机场 都有这样的设备来去提供给一个机场 来防范无人机进到我们的机场的场域里面 这是台湾第一台水架滑翔机 这台是属于无动力的一个展具 它是靠一颗福利引擎去控制它的层次 然后有动态电池去控制它的 傾角阳角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达到非常省电 然后又长范文的情织搜查 最主要是做水文调查的部分 这个无人机设计的目的呢 是为了做远洋渔船 就是违网渔船的 找渔群的作用 所以最大的航程也有150公里 这整个其实设计上机翼都比较小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抗风 我们是创与航态 我们早期呢是做这个卫星的照相 那现在呢有来到这个3D 卫星3D的裂印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结构体 对那本体的话在这个 我们的示意图里面 这个东西呢3D裂印呢 它可以来帮助太空卫星 还有这个影像的符枝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 即时影像技术 它可以用在我们的交通 还有我们的农业 还有监控环境使用 文派是其实最主要的是 在做载具 载具的部分就是类似像直升机 后面这是定义机 在整个无人机里面 它需要系统的整合 衍生出来我们开始做 所谓的地面站 这是在操控无人机的系统设备 因为我们需要很多大数据 所以我们把这个50cc的引擎 使用在所谓的 航模市场上面 我们去了解它的使用状况 它的可靠度 衍生出来以后 开始我们把它做成是 UAV的引擎 因为它需要更好的性能 跟更好的使用的一些低模号 所以我们才衍生出所谓的 100cc有所谓的水冷的引擎 这是145cc气冷的引擎 然后这两个都是145cc又衍生出来 所谓的双化油器跟单电喷气筒 好 1 1 omic 2 0 0